Dental Assist 我喜欢做好多事情 就是最喜欢做的是学中文 然后我喜欢理由 我喜欢养狗 还要喜欢看中国的那个练剧剧 也喜欢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比如说《非诚勿扰》 你们都知道《非诚勿扰》吗 是 带你谈议 带你谈议 还有别的以后再慢慢告诉大家 谢谢你们 四到六分钟 像你今天只有一分钟 你准备四到六分钟的材料 把你最重要的 喜欢想讲的内容 告诉我们大家 这样的话就是以后 你来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最好了 这样的话可以安排你演讲 第一个项目 叫做破冰 对叫Covid Ice Rager Ice Rager That's your first speech project 他可能需要二十分钟 我们第一个Manuel有十个project 每一个project 就是五到七分钟 只有第一个是四到六分钟 那如果你第一个 如果水到不够 你可以忙做第二个 那你们需要睡觉 我给你们那个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个有规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要练习 二十分钟后面有 它叫Elevency Manual 那叫Fresh is Prepared 主持人 主持人 演讲会员 各位 你好 我们这次要 说的是 Table topic Table topic的时间 就是 一分钟到两分钟 我们的 Timer Michelle 他一分钟的时候 就给那个 绿色卡 一分钟三十秒 给黄色卡 二分钟 就红色卡 如果过了二分钟 就是在那边 你就要把它继续弄 说完 三十秒钟之内 三十秒钟之内 两分钟以后 你有三十秒钟 可以完成 可以不算 超时 这个问题是 也算起来 是一个小的 speech One to two minutes 小的 speech 第一个问题 我要问的就是 哪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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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 World of the day 大爱无疆 我觉得很有意思 降这个钱 那你觉得这个 大爱无疆 对你来说 是容易做吗 还是 比较困难 给我们这个 请拿过 大爱无疆 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这个 当大海说到大爱无疆的时候 我一直就想到那句话叫 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幼五幼以及人之幼 意思就是说 当你关爱你自己的老人的时候 你也会想到其他的老人 当你关心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你也会把你的爱同时延伸到其他所有的小孩 所以这句话一直在我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这种生活当中 我觉得他一直就是可能也是 我一直在想 我可能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们兄弟就是我的伴侣 还有我们大家一起长大 我们差不多有八个小孩 当时我爷爷 对我印象最深 他就说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小孩 就看到什么东西可能都会 马上会有一种天生一种同情心 或者是就是很愿意去帮助 或者帮助别人 所以我觉得大爱无疆对我来说 好像就是一种天性 我非常愿意 如果anytime any chance 我都会 就是尽到我最大的能力 去帮助别人 或者是尽到最大的能力 把自己做好 把自己做好 然后再帮助别人 所以大爱无疆对我来说 我就很喜欢 谢谢 拿洛讲得非常好 他这个也是一个很能看的人 他今年做了很多事 就是说做了很多大爱 大爱这样的事 所以很好非常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演讲会的话 我们也学到 听话 那个很重要 怎么样好好的听 因为我们这个演讲的时候 是我们演讲员的时间 不可以用他们的时间 所以要听好好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education 第三个问题呢 我要问的 新的来宾也可以回答 如果你们想的话 我会给比较简单一点的 我知道 Thomas已经点点头了 我就叫Thomas了 好 Thomas 我知道你是叫中文的 那你对这个叫中文的经验 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会解释 好 请欢迎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的任务是讲一下 教中文有没有什么困难 因为我正在美国教中文 所以我只能说中国 美国的学生是怎么样的 一开始我以为当一个中文老师 只不过是进教室 讲一些中文的内容 其实在美国并不那么容易 在美国教美国学生 百分之五十的你的任务 就是管理学生 至少我就能说我的学生 比较 他们来自于比较 收入比较低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背景 比较 比较 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些学生 特别的难教 可以这么说 当然有 有几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很愿意学中文 但是呢 我说百分之七十特别难教 所以除了教中文 教中文以外 还得掌握一些管理 如何去管理他们 他们经常不听话 经常在那里低着头 看那个手机 淘淘不绝的聊天 你教他们 你告诉他们 别这样 你训他们 他们也不听话 所以这方面的工作挺辛苦的 而且可能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激发他们 对中文的兴趣 他们的生活范围是很窄的 他们就没有什么大的想法 他们就知道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rap music 自己的写字 他们就知道这些 然后你说什么叫中国 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东西 中文是为什么我要学中文 我是黑人 而且那个课本里的东西 就是白人学的 就是白人的那个照相 没有黑人在里面 他们就觉得 哎呦 为什么没有黑人 我放一个视频的时候 他们也看不到黑人 所以他们不能 跟他们的实际生活 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说 叫中文 其实你应该 是 叫中文还多一点的一些问题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新来宾解释了非常好 因为做这个教授 做这个老师的 也是一个大爱无疆的一个事情 所以很佩服 谢谢 好 我们就到这 完成 再给 谢谢大家